第二千八百九十三章进入冥界 两人离开灭青小竹 以免让其他人知道 玉罗刹带着柳无邪 从山脉深处离开 这片区域 除了他们母女之外 并无其他人族靠近 穿梭了大半天时间 成功离开天都城 进入浩瀚的宇宙 远处苍穹 一条粗壮的金色神龙 盘踞在宇宙深处 那是什么 看向天穹的金色神龙 玉罗刹转过身子朝柳无邪问道 那叫天地金门 预示着天地大劫即将到来 当天地金门彻底打开的那一刻 三千世界会爆发出 一场史无前例的仙朝 柳无邪从太古神庙中 书读大量的书籍 回来之后 利用闭关那段时间 将所有的书籍 又重新整理了一遍 天地金门刚进入开启阶段 还需要一段时间 等彻底开启的那一刻 意味着天地大劫彻底降临 两人默默赶路 玉罗刹知道柳无邪胆时间 所以很少提出休息 不知不觉五天过去 两人穿过无数座星球 前方出现一团古怪的气体 幻化出各种形态 时而化为恶魔 时而化为厉鬼 这里应该就是冥界入口了 柳无邪并未来过民族 只是从书籍上阅读过 民族周围 不满民气 这种气体常人吸收身体会产生排斥 所以很少有人足踏足此地 你想好怎么做了吗 玉罗刹脸上流露出一丝担忧之色 民族在三千世界排名中虽然不靠前 但是民族是一个极其难缠的种族 跟轮回世界中的民族 还不尽相同 轮回世界中的民族 只是民族的分支 而真正的民族 他们并非民气演化 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拥有高大的身躯 不只是民族有分支 人族同样如此 无疾世界中的人族 其实也是人族的分支 包括泰坦族 也是人族的分支 随着不断壮大 开辟出来属于自己的位面 还有天使族 巨人族等等 他们体内都有人类的血脉 分离出去后 创造了自己的世界 走一步 算一步 柳无邪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主意 先进入民族再说 说完 当先一步 朝明界略去 穿过层层名气 柳无邪拥有太荒世界 可以包容天下万物 欲罗刹明显感觉有些不适 就算他闭上五官 名气就像是银针一般 可以顺着他的毛孔 进入他的体内 你进入金氏黄印 柳无邪寄出金氏黄印 让欲罗刹先行进去 剩下他自己一人 更适合行动 欲罗刹点了点头 钻入金氏黄印之中 撕开冥界金币 柳无邪宛如一道黑影 进入茫茫冥界 此地没有阳光 四周呈现灰褐色 不论是天地法则 还是流淌的各种气体 跟仙界格格不入 仗着柳无邪拥有太荒世界 换作常人进来 连两天都坚持不下去 各种奇怪的山峰 像是一株株竹竿一样拔对而起 柳无邪还是第一次遇到 世间竟然还有如此纤细的山峰 山峰数量极多 他们散步各处 遮挡住了柳无邪的视线 你看天空 欲罗刹虽然进入金氏黄印 却能看到外面的一切 连忙给柳无邪提醒到 柳无邪抬头看向苍穹 一道巨大的灰色裂缝 宛如一条裂开的山脉 飘浮在冥界的上空 奇了怪了 仙界虽然也打开了天门 喷射下来的金色气体极其有限 为何这些世界喷射下来的物质如此之强 柳无邪暗暗说道 魔族苍穹打开了魔门 渗透下来无尽的神魔之气 让魔界整体实力不断攀升 每个种族打开的天门都不一样 但大体基本相似 纵身一跃 柳无邪进入冥界深处 穿梭了亿万里 矗立的山峰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是一座座巨大的洞穴 正常洞穴建造在山峰之上 而民族的洞穴 竟然延伸到地下世界 民族应该就住在地下世界 我们守在这里 等其他民族路过 争取活捉一头 柳无邪借助周围地形 隐匿起来 接下来是枯燥而又乏味的等待 四周静悄悄的 很少有民族出来活动 就在柳无邪不耐之际 远处一座洞穴 钻出来两头高大的民族 身高净达五丈 好可怕的民族 柳无邪暗暗吃惊 轮回世界中遇到的民族 他们通过名气 慢慢演化 最后化为民谷 唯有达到先尊级别的民族 才能拥有肉身 此地的民族体内流淌 纯正的民族血脉 他们力大无穷 身高巨大无比 更可怕是他们身上 长满着力次 近身战斗 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柳无邪屏住呼吸 打算等两头民族走远之后再下手 两头民族朝远处走去 柳无邪悄悄跟上 越走越远 不知不觉走出去几百里 既出鬼谋 确认周围没周围 没有其他民族之后 这才决定下手 一个泵射 宛如一道流星 拦在了两头民族面前 突然出现的人类 让两头民族流露出诧异之色 正要怒吼 柳无邪强势出击 不给他们召唤同伴的机会 一出手 就是雷霆之势 砰砰 两道沉闷的声音传出 两名民族还没反应过来 被柳无邪利用金氏神拳直接打晕 不过普通的民族而已 战斗力也就堪比人类先尊 寄出吞天神鼎 将两名民族收进去 搜 柳无邪消失在原地 飞行了几千里 远离了民族部落 柳无邪这才停下来 意识进入吞天神鼎 两名民族并未死去 只是被柳无邪震晕晕了而已 大量的磨练 将他们团团捆住 吼吼吼 两名民族已经苏醒过来 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 无论他们如何叫喊 声音都无法传递出去 人类 你竟敢闯入民族 你死定了 左侧那名民族 认出柳无邪是人类身份 面目猙獰 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 告诉我 你们民族 可有活了百万年的名帝 柳无邪没时间跟他们啰嗦 出言朝他们两个问道 两名民族相识一眼 从彼此眼眸中看到一丝怪异之色 眼前的人类 竟然要找他们的名帝老祖 人类 我劝你还是赶紧放了我们 这里是民族 我们要是回不去 民族大军 很快就会找来 到时候你必死无疑 右侧那名民族 发出英策策的笑声 让柳无邪赶紧放了他们 看来不给你们点苦头吃 是不肯告诉我了 柳无邪话音一落 一拳祭出 刺骨的寒气 钻入两名民族体内 寒气进入他们体内后 并没有直接杀了他们 而是化为一枚枚小刀子 穿梭于他们的肉身 吼吼吼 剧烈的疼痛 让两名民族拼命地挣扎 他们肉身防御强大 但体内却是不弱地带 经脉还有骨骼传来的撕裂感 让他们恨不能立即死去 告诉我 你们民族有活了百万年的民地吗 柳无邪再次问道 民族的身体不像是人类 柳无邪想过搜魂 一旦搜魂不成 岂不是白费利器了 所以打算先审问一番 实在不行 再搜魂也不迟 我们民族没有百万年的 民地 左侧那民民族 可能是承受不住了 发出哀嚎声 柳无邪皱了皱眉头 如果没有超过百万年的民地 岂不是无法凑齐材料了 那有没有超过百万岁的其他民族强者 柳无邪继续问道 没有民地 找到民族生物也行 唯有活了百万年的民族 才能诞生民地之星 你还是杀了我们吧 我们是不会说的 两名民族开始燃烧体内的精血 这是打算自禁了 也不肯泄露民族的秘密 见两名民族要自禁 柳无邪连忙祭出强悍的魂力 钻入他们的魂海 一旦他们自禁 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民族体质跟人族完全不同 柳无邪根本无法阻止他们自禁 神室进入他们的魂海后 柳无邪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魂海 民族的魂海竟然是蓝色的 这让柳无邪很是惊讶 借助八世归神宫 柳无邪强行搜魂 找了半天 竟然没有找到民族的元神藏于何处 民族元神在他们小腹的位置 玉罗刹连忙提醒到 他是修罗族 对民族的了解 远要高于柳无邪 原来如此 柳无邪魂力穿过民族的身体 很快抵达小腹处 果然跟玉罗刹所说的一样 民族的元神 像是一块石头 坚硬无比 不像是人族元神 憨态可举 两者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搜刮 没有任何迟疑 两尊民族快要接近死亡了 一旦死亡 就会引起民族的注意 对接下来的任务 极为不利 打开三大势海 骇然的魂力 犹如一道长矛 刺向民族那坚硬的元神 枪 一阵火光四溅 民族那坚如磐石的元神 竟然发出一道火光 如此坚硬的元神 柳无邪还是第一次遇到 再来 柳无邪还不幸了 他敲不开民族的元神 刚才只是调动了一部分魂力 这次决定全力以赴 三座是海发出阵阵咆哮声 包括柳无邪自身魂海 形成一道强横的冲击波 去 令人窒息的魂力 压制住了民族元神 让其在原地无法动弹 第二千八百九十四张金丝乌 长矛坚硬不摧 这次的力量 要比刚才强横十倍不止 吃 长矛轻松刺入民族的元神 随即 柳无邪那魂后的魂力 顺着裂缝 强行霸占了民族的元神 如同纠战雀巢 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让民族嘶吼不已 元神中的记忆 不断被柳无邪蚕食掉 只用了斩查时间 柳无邪成功侵占了 这名民族的元神 不仅霸占了元神 连他的记忆一同霸占 第二元神进入另外一名民族体内 依旧是相同的办法 强行霸占了他们的元神 随着时间的流逝 柳无邪对民族的了解 越来越深刻 足足过去小半个时辰 两大元神 这才同时吐出一口浊气 民族的确没有超过百万年的明帝 却有意尊活了超过一百万年的黑白明规 常年吸取民族之气 已经孕育出名神之心 柳无邪将他们两个的记忆整理出来后 暗暗说道 查到线索了吗 玉罗刹出言朝柳无邪问道 柳无邪将查到的资讯 很快跟玉罗刹讲解了一遍 尤其是黑白明规 我听父亲提及过黑白明规 这是当年明帝豢养的一只宠物 每天用自己的鲜血喂养 这尊黑白明规的体内 同样流淌着明神之血 他的心脏 应该也可以 玉罗刹沉吟了一下 将知道的资讯 如实到初 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就去猎杀黑白明规 柳无邪可管不了那么多了 打算强行闯入民族 斩杀黑白明规 黑白明规实力深不可测 当年父亲也来过 最终无功而返 倒不是打不过黑白明规 而是他的防御太强大了 就算是炼神器 都无法将其撕开 更可怕是黑白明规周围 由七大明帝镇守 想要猎杀黑白明规 首先要过七大明帝这一关 玉罗刹岛不是打击柳无邪的自行星 这样贸然闯进去 使有八九藏身民族 虽然他们两个都是高级先帝镜 难保民族还有其他高手 父亲可是高级练神镜 都奈何不了黑白明规 何况是柳无邪 就算是千难万祖 我也要闯一闯 柳无邪深吸一口气 只要有一线机会 他就不会错过 玉罗刹看了一眼柳无邪 并未开口说话 上次前往天道会的时候 他见过小千 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得知小千的身世 玉罗刹很是唏嘘 如果自己不是有一个好父亲 能有今日这番成就吗 可能会跟小千一样 无法唤醒苍天罢穴 有时候他会莫名羡慕小千 有柳无邪这样的哥哥 甘愿为他冒险 想要破开黑白明规的防御 只有一个办法 玉罗刹知道柳无邪一旦决定 谁也无法更改 一脸无奈地说道 什么办法 柳无邪连忙问道 将处女血涂抹在落心竹上 就能撕开黑白明规的防御 玉罗刹声音越说越低 这个办法 同样是父亲告诉他的 不过父亲没有使用 通过其他手段 猎杀了一尊百万年明帝 才获得一枚明帝之心 柳无邪皱了皱眉头 落心竹他听过 这是一种十分古怪的竹子 因为他是活的 可以随意磨动 常人很难捕捉 至于处子之血 他现在去哪里找 总不能返回仙界 哪里能找到落心竹 柳无邪决定试一试 先找到落心竹 再去寻找处子之血 落心竹就生长在冥界 不过落心竹十分难缠 弄不好会葬身其中 玉罗刹还是善意地提醒一句 希望柳无邪三思 为了一个外人 牺牲自己 到底值不值得 不知道为何 想到柳无邪为了小千以身犯险 心里就莫名地不舒服 时间紧急 我们现在就去找 柳无邪倒是不以为意 小千是他看着长大的 早已把他当成亲妹妹看待 自己怎么可能对他不管不顾 至于玉罗刹心里在想什么 他一概不知 两头民族依旧躺在吞天神顶 他们还未彻底死去 柳无邪已经掌控了他们的原神 落心竹一般生长在陡峭的崖壁上 见柳无邪执意如此 玉罗刹没有继续劝告 而是给柳无邪指引了方向 不谢 柳无邪感激到 这次前往民族 幸好遇罗刹多番提醒 省去了自己很多麻烦 如果自己前来 贸然闯入民族 肯定不会如此顺利 施展成风诀 几个纵舍 朝远处那些犹如铁杵一般的山峰掠去 每一尊山峰 如同一根根陡峭的长剑 插在了地面上 既出鬼谋 寻找落心竹的位置 只用了斩查时间 柳无邪就锁定一株落心竹 生长在陡峭的崖壁深处 切记不可打草惊蛇 若新竹一旦发竹一旦发现你 就会钻入石壁之中 逃到另外一处 再想找到它 非常之难 玉罗刹再次提醒到 柳无邪收敛自身气势 宛如一团空气 顺着崖壁不断上升 双手雕刻手印 钻入石壁之中 将整座山峰全部封锁 就算落心竹发现了它 也难逃它的手掌心 距离落心竹越来越近 清晰地看到 一根手腕粗的竹子 坚挺地插在石壁深处 奇怪的是 落心竹的叶子 跟正常竹叶完全不同 每一片犹如锋利的刀子 坚硬无比 风一吹 那些叶子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导致周围的空间 竟然自己裂开 好锋利的叶子 柳无邪暗暗吃惊 叶子只是轻微动了动 就能撕开空间 这要是切割到人体上 那还了得 岂不是肢解成无数碎片 一点点逼近 柳无邪呼吸变得越来越轻 不对劲 柳无邪突然停下身体 发现落心竹不远处 生长一株奇怪的植物 金丝乌 玉罗刹发出一声惊呼 幸好人在今世黄映 如果在外面 肯定惊动了落心竹 什么是金丝乌 柳无邪虽然阅读万千书籍 关于民族的事情 知道的并不多 太古神庙中记录的书籍 大多都是关于仙界 其他未面偶尔有所提及 都是一带而过 金丝乌乃天地最罕见的柔软材料 跟落心竹正好相反 一个坚硬无比 一个软如绵心最为关键 金丝乌里面蕴含金污水 吞浮下去 可以无条件提升医众修为 玉罗刹语气有些急迫 没想到前来寻找落心竹 遇到了金丝乌这等女天之宝 这也难怪 人族很少前来民族 而金丝乌这种东西 被民族几乎没用 他们遇到 倒也不稀奇 柳无邪眼眸一喜 他卡在先帝八重很久了 如能炼化金丝乌 岂不是可以突破到先帝九重 甚至半步炼神境 玉罗刹已经达到半步炼神 就算炼化金丝乌 也很难提升到炼神境 突破炼神 需要不断打磨神血 除非能找到助神丹这种逆天丹药 难道说 落心竹也盯上了金丝乌 柳无邪皱了皱眉头 落心竹跟他一样 竟然也在悄悄靠近金丝乌 天地万物 相生相克 金丝乌体内的金乌水 落心竹如能吸收 可以增加落心竹的韧性 十有八九 你要考虑清楚了 是先收取落心竹 还是先收取金丝乌 因为他们都具备穿梭岩石的能力 玉罗刹提醒一句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收取金丝乌 必定惊动落心竹 收取落心竹 就会惊动金丝乌 柳无邪陷入两难境地 无论是金丝乌 还是落心竹 他都不想放弃 一会我压制住落心竹 你替我收取金丝乌 整座山峰已经被我封印了 就算他们逃入石壁之中 也休想避开我的感知 柳无邪暗中根玉罗刹交代 让他收取金丝乌 相比之下 金丝乌的攻击力相对较弱 而落心竹坚硬无比 他修炼了神魔九变 防御力强横无比 落心竹未必就能伤害到他 玉罗刹不行 他虽然拥有苍天霸血 面对落心竹 肉身很难抵挡 好 玉罗刹同样不想放弃两样宝物 金丝乌中的金乌水 就算不能帮助他突破到炼神境 却能帮助他锤炼一部分神血 柳无邪还在结印 整座山峰上布满着纹路 确定山峰被封印之后 这才朝落心竹掠去 突然出现的气息 惊动了落心竹 数十片竹叶 同时朝柳无邪飞射过来 落心竹竟然没有逃走 而是选择了反击 金丝乌这种逆天之宝 落心竹岂能放弃 虽然落心竹没有智商 遇到危险 却能开启自主攻击模式 面对暴射而至的竹叶 柳无邪无动于衷 寄出混乱战衣 竹叶速度太快了 而且两者之间距离非常之近 柳无邪几乎必无可避 借助成风雪 裹避了三枚竹叶 几乎贴着他的身体飞出去 吃吃吃 虽然没有扫中柳无邪 依旧传来吃吃生 身上的混乱战衣 化为无数碎片 好强的攻击力 柳无邪脸色大变 混乱战衣融合了神秘应物 已经堪比练神器了 竟然抵挡不住落新竹的竹叶 一股剧烈的刺痛感 袭遍全身 其中两枚竹叶 撕开混乱战衣后 贴着柳无邪的肌肤化了出去 鲜血淋漓 染红了周围空间 修炼神魔九变 一般的先帝气都撕不开他的肉身 竟然被小小的竹叶化开了 痛得柳无邪倒吸一口凉气 就在柳无邪出手的瞬间 玉罗叉迅速掠出 扑向金丝屋 优优独播剧场上